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空气污染防治法昨天修法授权环保署,可以加盐管制10年以上老旧车辆的废弃排放标准,环保署规划109年开始实施,依照现况推估,96%二行程机车受冲击,若未改善排气系统,恐无法上路。 环保署规划,109年起,10年以上老旧汽油车必须符合CO,一氧化碳,1.2%,HC,碳氢化合物,220ppm,13年以上的老旧柴油车黑烟不透光率必须达到1.0米-1,出厂16年的老旧机车,CO,一氧化碳,4.5%到3.5%,HC, 碳氢化合物,从9000ppm降到2000ppm,虽然二行程机车骑士在修法期间不断抗议,认为环保署收回路权是违宪行为,但此条文依旧通过,环保署对二行程机车态换补贴到108年抵制,109年起将不再不住淘汰二行程机车,环保署空保处长蔡宏德表示, 二行程机车因为排放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及重金属,有加盐管制必要,环保蔬菜逐步加盐方式到四期排放标准,并非不是一下子就加盐,依照目前情况看, 目前96%二行程机车没有达到标准,到时候必须改善才能上路